各位记者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我们看到 我们现任的马英九总统 他自称文声救苦 苦民守苦 反过来对原住民 他要把原住民当人看 而且要好好地教育我们 风灾之后 穆阿克水灾之后 他到周竹 有我们的族人妇女说 马总统救救我 马总统说 等我收完讲完话以后 我再来救你 我们也看到 我们古龙的族人 两年前的风秋明隧道 马总统拍着胸口说要国陪到现在 一点秀都没有 在马总统要竞选 总统之前 也在他的政策的白笔书里 里面要示范自治 但我们看到 自治到现在 遥遥无几 而被困托 所以我们看到 原权再倒退 我们原住民痛苦了两年 所以我们要 在这样的一个 相当艰困的环境里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每一个各族群 地方的代表 麻烦到前面来 我们用我们的呐喊 尸身 来对我们 大声的对 马一九总统 让他知道 他所施政在两年 他要开出震撼人心的 这个 他的满意度 看起来 对原住民 对我们来讲 其实 我们是痛苦了两年 所以我们要 大声的喊出 我们原住民在地的心声 源泉再倒退 痛苦过两年 自治便放治 痛苦过两年 事业率太高 痛苦过两年 屏幕主被打压 痛苦过两年 源泉再倒退 痛苦过两年 自治便共治 痛苦过两年 事业率太高 痛苦过两年 屏幕主被打压 痛苦过两年 原住民 站出来 原住民 站出来 原住民 原住民 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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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来自我们原乡的代表 请回座 2010提检 满意酒原住民政策记者会 我们请前行政院 原民会主委一将拔路 各位记者理事先生 原权 就是1980年代 台湾引入民主运动 所争取的权力 包括 自觉钱 自治钱 土地钱 媒体钱等 马政府上任 他要建满两年 后天就是他满两周年的时间 但是 原住民族 也已经联系 透苦两年 原住民平均的失业率 高达 百分之八 远远超过 全国的平均 那么 八发灾后 重建 牛户化 而且 挤着要建牛九屋 要求灾民 千春 的争议 频频的传出来 那么 封书敏隧道 坍塌 活埋了 不容族人 已经两年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连国险都还没有进行 协议的阶段 行列 研米会 也漠不关心 那么 四年五百亿 基础建设预算 是灌水的 是跳跳的 原住民主生命菜探权 安全探地 马政府上任建法两年 延信 也违法两年 违法原住民主基本法第34条 的规定 主管机关应该在 这个 延基法施行后三年内 也就是在2008年之内的 要依 延基法修正 来 制定下方的法律 但是我们看到 到目前为止 迟迟未将 原住民主自治法草案 原住民主土地及海域法草案 包括 原住民主最关心的 原住民主公共权保障法 修正探案 已经联系两年 都没有 列入 优先法案 已经是严重 违法违宪的这个作为了 甚至呢 到了今年 还提出了 一个 充满子民政权的野心的 这种 购置的 自治潮案的版本 来企图 下落原住民主的各项权利 既然 马英九 在选前的时候 不断的主张 不断的说 他要追求 国际的潮流 那么我们今天呢 特别邀请 我们学界 我们政界 和我们宗教界 以及原住民各阶层代表 来 揭发马政府 另外一张 假面具 所以我们要用 联合国 揭助民族权利先业的国际标准 同时 以及 用宪法和揭助民族基本法的这个国际标准 来检视 马政府 两周年来的 如何夺夺 揭助民的 实证 来共同 体检 这个跳跳的政府 这个我们 令人痛苦的清单 来让我们 在场的 记者理事先生 来 看到 马政府 当他们要准备提出所谓的 撼动人心的 成绩当的时候呢 我要 我们要 告诉各位 记者理事先生 其实原住民 提不出一个 另原住民撼动人心的 清单 只有 透苦的清单而已 接下来呢 我们按照我们提出的这个 透苦的清单 来 逐一的 指出 马政府 如何是让 原住民透苦 两年的一个实证 首先 我们特别请 袁测龙的 召集人 也就是我们 洪一章 胡拜教授 来对我们这个 透苦的清单来做一个 说明 谢谢大家